记者罗欣珍屏东报道,屏东家福中心自立青年陈嘉宾又是接受家福帮助十年,今天四日招待家福四十位社福童到自己所开的餐厅店用餐,并为每人送上专属临时相当儿童节礼物,到乐小朋友。 陈嘉宾国小时因父亲过世,和姐姐妹妹接受屏东福中心辅助,直到国中,姐姐从军后,家庭状况好转才结束,出事会后,她在屏东市创业,开了多家早午餐店,如今事业有成,店里不但定期放置社福团体领钱捐乡,也提供爱心早餐券,让弱势孩童吃饱再上学。 今年儿童节,陈嘉宾与妻子谢锦华邀请四十位家福儿到屏东市的店里免费用餐,还有冷饮店抢印,提供冰凉饮品,最令小朋友开心的是,每人都收到一盒零食箱。 原来陈嘉宾事先买了四十个盒子,邀善心人士任养,有的任养人买巧克力,洋芋片,软糖,有人添购小饼干,各式糖果,每合约三百元的零食供七八种,塞得满满,小朋友们一打开盒子都忍不住欢呼。 四十一岁的陈嘉宾说,以前母亲在受辅助期间,常提醒他们饮水私园,回馈社会,加上小时候最开心的事就是接到任养人给的礼物。 如今看到小朋友抱着专属的零食箱,脸上尽是笑容,更提醒自己继续心善。